字幕提供 OK 送給阿布蘇的時候 我們的橋樑告訴我們說 只要朝著血跡的另外一側 一直沿著血跡走 就可以看到我想要知道的真相 所以 我們就照著這血跡走吧 似乎是通到這個房間了 沒有寫字了 但是有一些文件 我稍微看一下 似乎是什麼調查報告的樣子 要認真看一下嗎? 好的 三門愛子的掛物歷史 研究筆記 草稿 第一頁 《怪物的歷史書》從遠古年代不祥就存在的靈異現象 其實產生的原因 似乎是因為負面情緒在新川市這片地上大量的聚集 龐大的負面情緒 擁有顛覆常識的力量 這些負面情緒實體化 最終成果 傑作便是《怪物的歷史書》 其他部分並不在這裡 其實有看沒有懂 桌上放著一封信 要拆開來看看嗎? 好的 若你擁有將虛偽的決心 通通踩碎的勇氣 我便向你開啟往前的道路 這是什麼暗語嗎? 哭哭哭 呵呵 這是 這是很像 這是對岸的哭哭哭嗎? 哭哭哭 這個世界上 雖然有比你還中二的人了 我才不中二好嗎? 呃 我們上樓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刺還是 還是下雨啊? 喔! 不會是 只能走一次的地方吧? 門是鎖住的 呃 真相不歡迎沒有決心者 不下定決心 開始走正後路線嗎? 呵呵呵 打死也不要 門是鎖住的 真相不歡迎沒有決心者 不會是要把所有東西都踩碎吧? 總感覺是這樣子 是我們要 喔 我們要沒有後路對不對? 要把所有東西都踩碎 讓我們思考一下喔 這邊只能走一次 嗯 呃 我猜是這樣子 嗯 我猜是這樣子 啊 身體快要到極限了呢 呃 呃 那邊要留一條路 這邊可以走上去 再試一次 這個要留一條路過來 然後 讓我思考一下 這樣子 再過完 之後從這個地方過來 有了 你的決心 我認可了 門鎖打開了 我的決心什麼的 這個房間到底是什麼樣的房間 我發現我們的汁變橘色了 看樣子 看樣子我們的喬肉郎 快要掛掉了 冒泡泡了呢 好多文件喔 從第一封開始看齊吧 書是 事故報告呢 要認真看一下嗎 關於心臟高中一年級學生跳樓事件的善後事宜 3月17日 本校一年級學生一小小 從 校舍四樓的天台 跳樓自殺 之後的霸凌醜聞後 這次的事件 無疑使新川高中的風評 進一步的惡化 社會上現在逐漸開始有廢除本高中的聲音 差不多和小跳樓是同一時間 本市的急救中心收到了報警的電話 然而 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調查出發打電話的人是誰 現在關於一小小跳樓的原因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很有可能和之前的霸凌事件有關 一小小 十一年級第二學期轉學來的新生 經過調查發現後 其直系的親屬已經全部亡故 目前 現在正在 寄住在 其舊母家 校方目前正在嘗試 將一小小的跳樓 歸咎於家庭原因 為什麼要這樣推卸責任 一小小 跳樓自殺 那麼 我剛才見到的那名少女是誰啊 當然就是死人喔 閉嘴 學姐才不是死人呢 不許說學者的壞話 是是 真是個麻煩的小鬼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 現在你看到過去了 你覺得你過去的自己很幼稚很忠惡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需要做點什麼嗎 寫記錄 把記錄寫在 寫在 這裡好了 好的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 新專高中新聞社特輯 學校的七不可思議傳說 需要閱讀哪一部分 這邊都看過了 看風底好了 這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沒有什麼值得好注意的 呃 來玩吧 不要喔 似乎有什麼調查報告的樣子 要認真看一下嗎 生本埃子的怪物歷史書筆記 第二頁 嚴格來說 怪物的歷史書 有人的負面情緒所創造出來的一系列平行世界的總成 進入這個平行世界實際上是相當危險的 一旦在這個世界丟掉性命 在現實中 無疑也會死亡 除了平行世界 而且 負面情緒還會創造出七個怪物作為世界的管理人 這七名管理人 平時所做的就是殺掉闖住 蛤 闖進怪物的歷史書 創造世界的人 死掉的人 會釋放出大量的負面情緒 通過吸收這些負面情緒 怪物的歷史書 變得更加強大 所以我們現在又在 我們現在回到怪物的歷史書裡面 所以 怪物們一直很想把我幹掉對不對 更加強大的怪物歷史書 又會殺掉更多的活人 如此惡心循環下去 其他的部分並不在這裡 雕像彷彿 隨時會移動一般 咦 泡泡感覺會重製耶 呵呵呵呵 也太有趣了吧 哇 怎麼搞的 一條小自殺了 我們果然 緩得太過火了嗎 不要擔心 從爸爸的表現看來 他似乎還沒有懷掉我們身上 爸爸 所以是 所以是校長的女兒是嗎 或是校長的兒子 問問問 如果被發現一條小的自殺 是因為我們比賽的關係 那可以怎麼辦啊 被發現的話 可不是停學一周 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能夠解決了吧 我 我只好就 我只好就說不要 不要亂搞這種 胡亂的比賽了 你們就是不聽我的話 偏偏要 好 閉嘴 東城 當初明明 你是玩最歡樂的那一個吧 哼 我還不想死啊 呃 剛才那個是什麼啊 那些當然就是你丟失的記憶囉 我丟失了 記憶 嗯 你現在所處的世界 正是 你自己的記憶為基礎建構出來的 馬上 你就可以想起全部的事情了呢 如何 有沒有感覺興奮起來了 好 我剛做了什麼 喔 好疼 感覺被什麼東西狠狠盯了一下 蛤 我剛不過只是摸了一下櫃子而已 找到我 快點找到我 下一局 來玩下一局吧 喔 喔 喔 我懂了 剛才是因為 喔 我想說為什麼摸一下櫃子就會 就會受傷呢 果然還是要小心 不要順便亂調查 呵呵 要先把所有的paperwork全部都看過一次 好的 這個房間 隨便調查是不可以的 開始桌迷藏以後 可以調查的地方會稍微閃一下 仔細捕捉那一道亮光 很快就可以通過這裡了 好的 沒有問題 我發現 這個作者再來就是 一些小細的地方 真的下得非常 非常多的功夫 就是有死掉的地方 他的體系 都真的會有在上面 蠻有趣的 呃 我們是不是要快速的通過這 這邊我看過了 然後 這個東西 我稍微把報告看一下好了 加速 然後 然後 再到這個地方 看一下我們之前的記憶 哇 感覺 感覺 這遊戲開始邁入 邁入 不一樣的東西了 好的 我們活來了 不能隨便亂調查任何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從這邊開始吧 找到我 快點找到我 所以是這裡是嗎 然後 是這個書櫃 這次應該沒有錯了吧 再來 還會更難的 嗯 是 這裡 稍微給你放點水 謝謝 了不起 實在了不起 最後一局 你能夠辦得到嗎 哇 有必要這樣子嗎 有必要這樣子嚇我嗎 有必要這樣子嚇我嗎 是這個是不是 下一個房間 還有更有趣的遊戲喔 感覺我就像是一個笨蛋被耍著 太過分了 唉唷 那個是 你是 靜靜的坐在這裡 似乎沒有注意到你的樣子 這不會是 就是 會坐在這裡的人吧 一二三四五六 總共六個位子 再加上主角本身七個怪物 喔 OK 我覺得這集的HAPPSOV 差不多會到這個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就點左下角 如果喜歡在左上角有點音樂 學習你的影片頻道 學習你的影片動態 我剩下最後一格寫 呵呵呵 我們下一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見